假如生日决定寿命 我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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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队 排队 我是滴子 雅南 抱一下你的生日 老师 抱生日是要放假吗 当然不是了 是要用你的生日来决定你的寿命 啊 这么草率 这有什么草率的呀 快抱一下你的生日 我的生日是1月8日 1月8日 那你的寿命就是18年 啊 我今年都18岁了 难道我今年都要隔屁吗 完了 完了 那要不然我再送你个三 送我三年太好了 三 二 天天天 这 怎么了 原来是送我三秒呀 对了 老师 我的农历生日是12月31号 12月31号 那你的寿命就是1231年 哇 我就可以杀生不老了 我的农历 和了千年老二挺配的 小西 你哪天收拾啊 我是3月8日 那你的寿命只有38年 啊 那我38岁的时候还是一直花呢 那你也报农历什么呀 那你也报农历什么呀 我农历二月初一 还不如3月8呢 那多可惜 你的寿命只有38年 回去吧 能不能送我三年呀 不能送回去吧 土豆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呀 老师 我的生日是11月11号 我这也太好了吧 啊 不对啊 老师啊 土豆说谎了吧 我记得他的生日是1月6号呀 你这样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11月11号好像是他爸的生日 有这个事啊 那这么说的话 你今天就要嗝屁了 啊 给我一下 爸 你怎么来了呀 我愿意把我剩余所有的寿命 给我儿子 啊 为什么呀爸 哎呀 儿子 你还那么小 好多事情你都没有经历过 这大好的事情还等着你去闯荡呢 到时候一定别给老爸丢人 闯出一发事业 啊 那你把你全部的生命都要给他 你就要嗝屁了 哎呀 没事 只要我儿子过得好 嗝屁就嗝屁了 哎哼 好了 别哭了 恭喜你们经收住了亲情的考验 啊 所以呢 本人赠送你们100年的寿命 真的假的呀 什么时候我就不用嗝屁了 我也不用嗝屁了 artifact 我愛你